大家早安 气氧鼠持续针对今年第三号台风凯米 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这个台风目前的中心位置 是在新竹的西北西方 大概8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从微信图上面可以看到 它的暴风半径呢 其实还是笼罩在大部分的台湾上空 而且随着台风逐渐的往西北方向前进 大概会在今天傍晚的前后 会登陆到中国的福建的沿岸 此时会是对于金门跟马祖来说 影响最大的时候 要提醒当地的民众 要开始做好防台准备 因为风雨会逐渐的增强 另外在这一段时间 随着台风往西北移动 屏东地区其实已经脱离它的暴风圈了 因此在这一半的警戒区 有略为缩小到高雄以北 以及东半部 澎湖 金门 马祖 地区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 这个台风它南侧伴随了 非常旺盛的对流云系 因此虽然脱离了暴风圈 但是中部跟南部的风雨 还是相当的强劲的 要提醒大家在今天都要留意 强风 豪雨的现象 那我们从在风力的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雷达回波图 来看一下目前降雨的状态 那刚刚有提到 在台风目前是已经来到了 台湾海峡北部了 但是在南侧它的对流发展 还是相当的旺盛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在西半部地区 尤其中南部的降雨 还是相当的明显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当中有一些发展 比较像红色区域 这个是对流发展 比较旺盛的地方 当它在移入的时候 就会带来食欲量超过100毫米的 短延时的强降雨 那过去这几个小时 其实在高雄跟屏东 都有部分的侧站 食欲量超过100毫米 这是非常大的降雨 而从昨天到今天 台风影响的期间 其实这个台风也带来了 相当可观的累积余量 我们从23号一路累积到 目前今天早上8点20分的 累积余量上可以看到 最大的累积余量 目前还是在宜兰的太平山 有超过1200毫米 但是在这段时间 随着台风逐渐进入台湾海峡 我们这边开始吹起西南风之后 中部跟南部的降雨 就变得比较明显了 尤其在高雄跟屏东 都有部分的山区 已经超过1000毫米以上 我们预计这样子的降雨 还是会持续的 从电量降水预报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一直到今天的白天 其实包括整个西半部 尤其是苗栗 宜南 地区 都有可能出现 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出现 其他地方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间接性的大雨或豪雨 我们也持续发布好大海特报 另外包括了澎湖 雨势也是相当明显 金门跟马祖的部分的话 今天雨势也会逐步的增加 到了今天的晚上 台风逐渐的接近华南沿岸 我们预计金门跟马祖 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出现 那我们同时可以看到 其实到今天晚上 西半部的降雨有略为减少 但是整体的量值还是相当的大 那一直要到26号 整体的降雨才会有稍微趋缓的趋势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中部跟南部的山区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出现 所以要提醒中南部的朋友 在今天还是要特别留意豪雨的现象 另外一个部分是风的部分 虽然台风它的强度是有逐渐在减弱 但是这几个小时 我们还是在观测到非常大的阵风 从今天零点一直到 刚刚的阵风的观测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大的阵风分成两个区域 包括像迎风面的彰化以南 一直到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这边 我们还是观测到沿海有10级到11级的强阵风 我们预计这个样子的情况在今天白天还是会持续 另外一个强风的区域则是在比较靠近东北角的地方 包括苏澳阵风有来到12级 基隆的阵风呢目前也有11级的阵风出现 沿海的空旷地方甚至有12到13级的强阵风 我们同时还是要提醒这个区域的风力 虽然不会像昨天台风直接清洗的时候那么大 但是其实沿海还是会有非常大的阵风出现 所以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 因此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区在今天需要注意的状况 首先是在新竹以南也就是西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豪雨甚至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 预计这个状况在今天一整天都会持续 那强风的部分的话也是要特别注意 台东跟澎湖同样也是在强降雨的区域当中 所以还是要留意豪雨以及强末的现象 金门马祖则是接下来台风要接近的区域 所以今天会开始感受到风跟雨有明显加强的趋势 另外在其他的地方 虽然说风力也许不会像昨天台风刚登陆的时候这么强 但是还是有些间歇性的强风以及间歇性的大雨 外出同样还是要注意安全 台风虽然已经出海了 但今天还是它在清洗我们的时候 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台风消息 做好访台准备提高警觉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台风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